iPhone 15系列新機一字排開 不只經典款黑白銀 還有今年最流行的粉紅八筆色 新機各規格比一比 螢幕大小跟上一代相同 充電孔全面換成Type-C 並且全面採用動態導 Pro系列搭載台積電A17 Pro晶片 鏡頭升級全系列主鏡頭4800萬畫素 Pro以上系列再加望遠鏡頭 Pro Max多了5倍光學變焦 Pro也瘦身了換上鈦金屬殼 重量少約15克 靜音按鈕轉換能啟動多種輔助功能 虽然這一次在美國官網美金沒漲價 但因為匯率關係 台灣售價全系列都漲貴了1到2千不等 最貴的頂規機型逼近6萬 成為史上最貴的蘋果手機 同時蘋果也發表新一代的手錶 手指點兩下就能接聽電話 只不過蘋果股價卻沒有因為發表會有亮眼表現 12號收盤下跌1.71% 來到176.3美元 而台廠相關供應鏈則是漲跌互漸 受惠蘋果新機發表台積電在A17Pro晶片的加持下 13號開紅盤545塊 早盤表現一路走高最高點548塊 但隨後下挫最低點542元 光學鏡頭長大力光則是開低 早盤一度下挫45塊最低2,005元 一年一度的蘋果發表會也讓瓶蓋股成為焦點 體育的新聞 修山語捷台北創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